这次家族将会派出年轻一辈的代表 凌郎天 凌斗 你这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强啊 怎么样 何时动手 破了这封印 我们还要等一人 有你们大元王朝年轻一辈的顶尖高手在 清竹这次怕是能有收获了 风云打开了 大家冲啊 好了 冲发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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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快 快点 快 快 跟上 快走 走 跟铁盒 快点 快进去 这就是古墓府吗 小子 开眼了吧 我们走 我们走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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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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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巩固主人的雕像吧 一盘镜的力量 真是可怕 尽是残存的原力 竟还能有这般威力 真不知此人全盛时期 会是何等恐怖 这和雕业我的全盛时期比 还是差远了 跟上 我这边走 是 可而且 灵动 走左边第五条通道 好嘞 快 快 这里有宝贝 去福吧你 那边也有 啊 撤开来 这是我的 不要理他们 我们走那边 那里才有真正的好东西 你怎么知道 哼 没有宝物 能逃过你刁爷的笔子 快 走吧 哼哼 就是这里 哼 进去看看 这 什么事 竟然有原力防护 哼 看我的 哼 等等 小子 用蛮力破坏护盾 只会吃力不讨好 那又该如何 哼 臭小子 别忘了 你还是个服尸 哼 你是说 用精神力来开启这石门 哼 如此可教也 哼 果然开了 哼 怎么样 知道刁爷的厉害了吧 知道了 果然姜还是倒的辣 臭小子 你快放开我 别被你刁爷动手动脚的 走 咱们进去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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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道是 纯元丹 哼 果然是纯元丹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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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元丹经强者 也需要半月甚至一月 才能拟命中的 一粒一粒的纯元丹吧 奇怪 我闻到的明明不是这个味道 小雕 我们发财了 听你的果然没错 这次来得太直了 哈哈哈哈 这 臭小子 跟你说话别对你刁言 都是要动脚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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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儿啊 啊 这个味道 没错 哼 就是这个熟悉的美味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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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暖 饬五 敢抢刁夜的妖灵 哇 哇 啊 嘿嘿 啊 嘿嘿嘿 啊 啊 啊 嘿嘿嘿 向占凋野的便宜 哼 没门 嘿嘿 哈哈 全部搞定 嘿嘿 发财了 小雕 小言 跑哪儿去了 让你不吃雕业的东西 喂 你们干吗呢 快撤了 好 这 纯火 快给我吐出来 这是我的妖灵 吐出来 快呀 我说 你们也不用这样吧 快快来这边 这里面应该有好东西 嗯 小雕 你快点 有人来了 喂 你用精神力 激活玉石门封印 哦 知道了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你用精神力激活玉石门的封印 哦 知道了 啊 你 这门怎么打不开啊 肯定是有人在里面捣鬼 这屋子肯定有宝贝 来啊 把这门护开 好 上 小六 小颜 你们还要多久啊 这石门 快撑不住了 小六 小颜 你们还要多久啊 这石门 快撑不住了 小的快过来 我有办法脱身了 我有办法脱身了 啊 有人把宝物抢走了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小子 走这边 走吧 嘿嘿 这两个 就留给那些家伙了 嘿 别跑 希望你们喜欢 嘿嘿 这是什么呀 啊 嘿嘿 这家伙 真是固狠啊 啊 丢手 怎么不能丢手啊 啊 我们到了 啊 哦 总算看到点儿像样的宝贝了 小心 有人逼我们先到了 快 都给我使劲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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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灵宝已归我王家 你们灵家 来晚了 啊 归你们王家 王潘 这古墓府中的宝贝皆是无主之物 况且你不是还没拿到手吗 不如这样 你我两家合力击破这灵宝的封印 待灵宝出现 我们平分如何 好 那便以你 一言为定 汪家弟子听令 继续攻击 灵宝出来后 直接从灵家手中夺宝 臭丫头 想和我王家争 没门 可二姐 这王盘向来狡诈 所言不可信哪 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这六件灵宝 值得我们一波 这次真是大丰收啊 待我炼化完这些妖灵 雕业我的实力能恢复个五成 车火 跟着雕业 吃香的喝辣的 没死你吧 这次 总共收了两万三千枚纯元丹 就等于两百三十万羊元丹哪 换成羊元石的话 比我们林家的羊元石矿脉还要多 小言 小调 我们这次真的发财了 没见识的家伙 不过 这次能顺利收取妖灵 也确实该系上你一宫 合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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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对了 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走啊 嗯 前面就是古墓府的正点 那里存放的东西 可是真正的宝贝哦 那我们快走吧 啊 啊 是林宝 居然有六件 看来 要夺宝的人还真是不少呢 嗯 看这情况 只能心四肌而动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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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看上去不错 您到 等 待会儿动手抢时 一定要抢最右边的枪行灵棒 知道吗 嗯 这看起来也太入了吧 那把锯齿不好吗 唉 你听爹我爷呢 那把锯齿不适合你 这枪行林宝 目前还只是个半成品 威力 一看必终极林宝 若将来炼制完成 一定不比王家那大锣金枪插 好 那林宝 我要定了 就是现在 动手 动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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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和林家强暴 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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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用速度甩开他们 只要比他们快 这灵宝就是我的了 这灵宝可是我的 你 混蛋 休想 这小子什么人敢跟我王盘抢灵宝 既然不是我 那你就吃死吧 这是什么 真是残忍的家伙 我来挡住他了 你去吧 不好 回来 我的灵宝 你究竟是什么人 小子 快用精气 让您保任主 天灵骨解 怎么样 雕爷的眼光没错吧 混账东西 竟敢种下金血烙印 这无主的宝物 谁抢到 自然便是归谁 好 那我便杀了你 再抢回我的灵宝 给我死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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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灵宝的威力 果然厉害 王盘大哥 王盘大哥 这小子夺我灵宝 一起出手 杀了他 杀了这小子 你 住手 王盘 你想干什么 灵栋是我灵室宗族的人 岂是你想杀就杀的 我可不曾听闻 灵室宗族年轻一辈中 有个叫灵栋的人 你若是想在我面前杀他 先问问我手中的刀剑同不同意吧 可而且又得了一把灵宝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抢了本少爷的东西 迟早要让你吐出来 我们走 走 多谢可二姐 小事一桩 灵栋 王室宗族的人并不好对付 灵郎天大哥 应该已经深入古墓府中心位置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进去 可二姐 我还是想一个人到处看看 那随你吧 多加小心 那灵栋先告辞了 告辞 接下来 该去找急煞殷龙贤了 久不见了 天啊 看她